欢迎你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不知道您有没有吃过无花果呢 这个栽培历史已经超过了5000多年的无花果 是人类最早栽种的果树之一 所以又被称为是生命之果 这无花果当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跟蛋白质 营养价值相当的高 而目前台湾最大的产地在云林 台北有一位服侍大亨 这几年就投入了栽种无花果的行列 而且还要挑战的是高难度的无毒栽种 结果呢 种出来的无花果 这果肉非常的松软甘甜 而且相当可口 几乎是供不应求 不过到底这无花果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现在我们就带您到云林去走一趟 无花果园 从土耳其那边引进来的 很香 水蜜桃味道 散着淡淡香气的无花果园 放眼镜式异国风情 大丰收 非常好 很多 品尝这一季的丰收 农员主人张秋吉开心地笑了 这位台湾的服侍大亨 当起业余农夫 却展现十足专业 为什么每一颗都要给它绑这个 因为它这个会垂下来 怕它垂下来 对 因为它有重量 它的果实结得多的话就垂下来 所以每一颗都要绑 对 要绑 那很花时间 对 温室里每一株无花果树 都经过悉心照料 栽培历史超过5000年的无花果 是人类最早栽种的果树之一 又被称为生命之果 皮薄 无核 果肉松软甘甜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蛋白质和矿物质 滋补开胃 营养价值相当高 在台湾 云林是主要产地 但是种无花果 张秋吉还是第一次尝试 他在云林斗六老家 买地盖温室 自己研究也到处情意 一个星期至少有五天 从台北往云林跑 到这边都不怕太阳了 以前没这么黑啊 对啊 以前都会躲太阳 现在我觉得这个比打高 不久好几倍啊 健康 娇贵的无花果 宅配的时候要穿两层衣服 避免碰撞 这要这样折 对啊 你看这样层层保护 对啊 放它去撞 保护得很好 对 除了无花果 张秋吉还种玉女小番茄 皮薄多汁 鲜甜如蜜 吃起来还会回甘的玉女小番茄 同样种在温室 用高科技的方式 无毒栽种 直接水分跟氧液的补充 是从这个高压管 水分跟氧分 对 都从这个高压管过来 那它因为 它的好处就是直接 就是渗透到它的根部 吸收 所以一天大概一个时段 大概都是六分钟到八分钟就好 你看我们的地面是干燥的 也可以减少很多的病虫害 这个甜度都很够 很多人真的拍两个都会抱怨 目前无毒玉女小番茄 已经卖到缺货 订单排到两个月以后 张秋吉说 第一年尝试种番茄 其实是抱着失败的决心 其实开始认定是一定会失败的 他们因为我其实在种这个之前 有做别的作物的时候 大概通路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种好了没有地方卖 对 那价格都非常差 那我想说 其实第一年我的预期是 应该是同样的模式 应该是卖不出去的 会投入农作一开始 并没有在张秋吉的人生规划里面 当初会回云林老家买地 只是单纯为了让父母 有散步运动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妈妈都在马路上运动 运动也没有树也没有 空气品质又差 所以我就种很多树 他很开心 非常开心 为爸妈整地 造井 盖步道 尽心尽力给双亲最好的休闲环境 家里有十几个兄弟姐妹 父母亲为了养活一大家子 几乎把家里的地都卖光了 从小张秋吉就希望长大以后 可以买一块地给爸妈 就这样随着台北的服饰事业 越做越大 张秋吉买的地也越来越大 目前已经有十公顷的面积 大到需要用高尔夫球车代步 那整个有十公顷 十几公顷 你说这边的雕像都是巴厘岛搬来的吗 比较多 就是我们泰国的巴厘岛 还有五哥窟啊 五哥窟啊 对对对 所以不就服饰也好玩吗 好玩 哈哈 真的好玩 几年前张秋吉的父母相继故事 看到农云荒废 心里觉得可惜 才兴起种番茄的念头 或许是身上流着农人的血液 张秋吉重回农地 觉得亲切可喜 父母亲仿佛就在身边 不曾离去 我认为他们应该都在旁边吧 都看得到吧 感觉到 所以我 我对这边的努力 我想 虽然他们离开之后 我认为我现在对农业的投入是更深入的 曾经会想说他们走了 你可能就 对这个没什么 对 当初确实有这种想法 他们走的时候 我认为我应该就会留在台北 不会回到乡下这个地方 张秋吉还用父母亲的名字 为园里的良亭命名 并且种树造林 目前园区已经有十万棵树 还养了一个生态池 在这样的一个开心农场 张秋吉觉得 自己与土地的连结 竟然是这样的深 他的人生下半场 计划就落脚在故乡 投入在农场的经营 讲到人生的上半场 张老板从事的其实是服装业 以黑白两色为主色的服饰 是张秋吉自创品牌的特色 只卖黑与白的衣服 在二十多年前可是相当前卫大胆 就连爸妈都不赞成 一般年纪比较大 他们对黑色他比较排斥 但是其实慢慢 现在我想说整个已经转变了 观念上其实我刚才讲说 其实他可以透过一个配色 一个小的配型 去把它转换颜色就好了 那时候拿衣服给他穿 不大感 为什么偏爱黑白 张秋吉有自己的判断 当初会用黑白 就是说它很明显 很黑白分明 然后就是女孩子穿起来 它的整个线条会觉得特别的好看 那颜色的搭配 我觉得很好搭 而且很素雅 我们就觉得说 女孩子的塑造 如果用黑白来凸显的话 它是一个最有显现它的神秘 显现它的气质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初最初 想要去做这样的 衍生的一个想法 创业那一年才25岁 机械系毕业的云林农家孩子 原本做的是舞台灯光 渐渐地爱上时尚 我们那时候的服装 大概百分之九十五 可以讲百分之九十 大概都是女孩子 没有说 但是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那个环境确实也热在其中 所以那是一个动力 对 一个动力 觉得这个行业 做这个行业是做对的 不会被投影一样 不会 其实人家出去 还蛮受欢迎的 还蛮吃香的 对 虽是玩笑话一句 张秋吉还真的爱上了 服装设计师 婚后夫妻俩 从西门町的小小店开始做起 个性颜色异均吐起 二十年下来 靠着黑白两色横扫两岸市场 拥有上百个服装销售据点 现在不止黑白分明 店里还增加了灰色地带 以及各种饰品 让黑与白更有变化 像这些配饰啊 现在越做越多包包鞋 都有 整个配件 全系列都有 它是只有衣服而已吗 对 其实我们后来包包的 也蛮受欢迎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 设计上也比较重点 对 那像你是男生 你怎么了解你跟喜爱之类的 其实反而你看全世界很多男孩子 他的敏感性 他看女孩子穿衣服 他其实反而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 对 其实这反而 客观的立场 他比较客观 但看了美感 他所呈现 有他们的眼光去看来讲 反而是比较直接 对 所以男孩子其实这个行业 反而很适合 服饰业上张秋吉 把黑白挥洒得极度精彩 但他终究抵挡不了 故乡土地的呼唤 回到云林农场 拔草施肥 挥汗耕作 农夫应该我觉得说 就是我的源头 就从这边开始 然后我想就是人 就是这样大概大半辈子 绕一圈 觉得到最后 应该我的落脚处是在这里 所以我大概 我把说现在农业 就像我的开始创业的这种精神 对 不管是人生上半场 或者下半场 不管是服饰店 还是有机农场 大老板或是小农夫 在不同场景和角色之间 张秋吉自在穿梭 随心变化 他说凡是用创业的精神 战战兢兢 全力以赴 甜美的果实 等待你品尝